天气气候事件的说法争论不止 那今天呢 社科院发布了气候变化绿皮书 一书中指出了三峡大坝并未导致气候变化 其对气候的影响范围不超过20公里 2011年气候变化绿皮书近日正式发布 该书全景式地展示了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关键问题的最新进展和发展方向 绿皮书还分析指出三峡工程并未导致气候变化 其对气候的影响范围不超过20公里 绿皮书认为长江流域近几年发生的干旱和洪涝等气象灾害 主要是由海洋温度和近藏高原积雪的变化 造成大范围大气环流和大气下垫面热力异常所引发的 与三峡水库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也应该轻轻地看到 国内气候变化的基础研究还很薄弱 因为气候变化的综合能力 包括基础设施 统计监督 公共意识等等 也期待加强 最近官方不止一次回应三峡工程所造成的影响 而今天下午发布的绿皮书 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为三峡工程解除了诱发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尴尬地位 澳亚卫视影域节张鸣北京